我在黄刀镇花了540加币看了一次极光 今天就带你去体验一下在黄刀镇最高大上的扫光方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天哪好像回家了一样 喝着这么香醇的咖啡 然后坐在这么温暖的小帐篷里 身后的火炉发出咔啦咔啦的声音 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夜晚更美好的事情呢 其实Arola Village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新手来追光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它给了每一个客人这样的非常极致说华的享受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不管是服务还是它的设施都是非常的完善和成熟 Arola Village呢其实距离黄刀镇大概只有30分钟的车程 但是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我选择的是Arola Village 包括这里最奢华的私人帐篷晚餐和观光体验 在温暖如春的帐篷里完全感觉不到一门之外就是零下30度的冰天雪地 而我们的晚餐那才是重头戏 激光晚餐包括前菜主菜和甜品 以加拿大北方美食自豪的Arola Village 在主菜上提供牛肉与鱼排两种选择 牛肉是黄刀镇特色的野牛肉Bison 而食用的鱼也是来源于本地 绝对新鲜可口又有本地特色 前菜的沙拉和汤以及餐后甜点也都可圈可点 酒足饭堡走出帐篷开始等待激光的到来 Arola Village有不同的观光行程 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 绝对有适合你的价位选择 Arola Village成立于2000年是当地原住民所建立 一直以家族企业的形式经营颇有传承的意味 经过多年发展 这里算是黄刀镇最大的旅游度假村了 由于此地是黄刀镇周边完全无阻碍的制高点 绝对是观赏激光的最佳地点 激光村最有代表性的绝对是 几十个传统原住民风格的帐篷了 沿着湖泊周边山丘建造 当夜幕低垂 激光来临 激光帐篷与夜空组成的美景 绝对是美不胜收 探位观止 我们当然最主要就是看激光嘛 如果说就是很多客人来 就是因为激光所以才来这边的 可是除此之外我们晚上可以看到我们激光 然后冬天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叫做Eye Show 然后可以表演给大家看 然后另外我们这边的话还有一个叫做Darling Hall 然后就是我们的餐厅也是可以供大家享用我们这一个激光晚餐 其实我们这边最主要的话就是可以让大家停留在我们帐篷里面 特别像冬天那么冷的时间 如果说你经常待在外面的话 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冷 所以我们最主要在帐篷里面 我们total现在是有23个帐篷 然后包括我们有两个是比较大型一点的VIP的帐篷 然后另外的话我们有好几个是小型一亭的帐篷 然后是宫可能是5个人左右去享用的 然后在里面的话我们是提供了一些免费的热饮给大家 然后这些的话都是可以自由去去用的 闲暇的时候还可以去gift shop逛一逛 看当地的原住民艺术家制作的手工艺品 说不定还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事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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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不阻碍我们的眼睛 当我们在厕所里面 怎么用它呢 你把它放上 我会用一点 你能看过它 哦,你能看我吗 是的,我能看你 因为它是 那是很厉害 这就是原本的颜色的颜色 可以试试吗 是的,你可以 有点 1,2,5,2,3,1 好酷 晚上11点30分 好玩的Ice Show就要开始了 这时工作人员就会给大家展示 零下30度的天气下的别致特色 不管是肉水 衣服 甚至是香蕉 可都变成了你平时看不到的形态 可以解冻解成这样子 可以的 对 当人群散去 独自走在雪地中 四周静谧 可以听到雪落下的声音 不远处的帐篷散发着温暖的黄色光芒 此刻那份满足和淡然是无价的 无论看过多少的山川和大海 只要缺了夜空中那一抹飘渺的极光 也许人生就不算完整吧 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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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